来 张院长 我们慢慢来 有请您上电视讲 因为您两年前在朋友的建议之下 您做了电脑断层 结果你发现你三条心血管 有不同程度的阻塞 塞了70% 60% 30% 问题是你没有症状 没有症状 可是你担心出现性痕 所以你提前做了冠状动脉 绕到手术 就是搭桥手术 来 您讲一下 你身体这么健康 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那时候我的血管 在七八年就已经有堵塞了 堵塞没有那么严重 可能三条血管 可能都堵塞了三四十 四五十 可是我们医师都知道 我们心脏外科民医 我们血管堵塞是不可逆的 就算我在做什么运动 在做一家 保持我的身体的健康 早睡早起 控制我的饮食 把我的三高都降低了 这个堵塞是不会 所以您决定还是先做打架 有一次两年多以前的时候 一个我的好朋友 也是一个断层扫描的医师 他说学长 学长 你既然这么厉害 都没有任何的症状 那你倒不如去做个 所谓的你刚刚讲的 断层扫描的检查 他说张医师 学长你好像有三条血管里面 有一条比较严重 大概六七十 那是主要的血管 那我说他要帮我放支架 我想说我这个 我就不太喜欢去放支架 我就请教亚东医院的 邱冠敏医师 我们院长 他就说那干脆你就开刀 我给你报告一下 礼拜一下我去开刀 对啊 听说了 很厉害喔 很厉害喔 然后礼拜二就跑去 加护病房 加护病房喔 礼拜二加护病房 这都是真实的故事喔 礼拜三呢 礼拜三就出到病房了 更好玩的 礼拜三我就开始在拉筋的 那个院长来了说 张医师你怎么在拉筋的 我说没关系 礼拜四我会跑去取卵了 真的 取卵 那是他的工作 因为我的工作就做四管一儿 所以礼拜四就请人家 跑去取卵了 更好玩的 礼拜六就跑去开始看诊了 OK 院长的故事到这儿 代序 谢谢院长 一号男球苏尚豪医师 豪苏医师 什么是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就是搭桥 那比如说 现在我们手上有三条血管 这个是右冠状动脉 这个是左前降肢 这是左回旋肢 有三大条 那我把这个拿掉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有狭窄 我们就从身上呢 比如说这就是静脉 大隐静脉 那这个是手上的劳动脉 就是我们在把脉的时候的那个动脉 还有就是我们内乳动脉 内乳动脉 该躲在胸骨的下面 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拿的是 这个静脉的时候 做出来大家就知道了 哦 搭桥 对对对 原来就是这样子 就是要搭桥 那如果今天这个是内乳动脉 我们只要把远端 对 拿掉直接 这样接起来就好了 对 只要接一边 所以这个就是 冠状动脉 一个最简单的原理 好清楚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可以看一下院长 您这个疤痕吗 来就是手上这个疤痕 你看这个邱医师的技术很好 你看取出来之后 这个疤痕已经很淡了 哦 有没有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那个绕到了那一条手术 就是取的就是这一条 绕动脉 那当然最重要还有 胸口的伤口 可以看一下院长 你的胸部吗 我还没给他看过 不过没关系 因为唯一的关系 我给你们看 好 哇 院长 哎呦 可以了吗 很那一个耶 是 因为你要把胸膛张开嘛 对 这个是一个树后的图 对 那这一条就是内乳动脉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脚上的静脉嘛 那你想我要这么大 大概圆图大概是这么大 那我手我要伸进去 所以一定要撑开 所以这相当痛 相当痛 哇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我要请院长现场来缝血管了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 这个手是完完全全抖不了的 那我们来看刚刚这一条就是 我用气球来缝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取下来血管 那我们的东西都是非常的细 因为今天为了节目效果 用的是这个六号的线 那通常我们有时候会用到七号跟八号 那就叫一针一针的缝 缝了这个血管之后 我们再直接把心脏的血管把它缝起来 那因为这个节目效果也不可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都会带这种放大镜 这种放大镜是三倍半的 龙玄瑞他已经戴好眼镜了 小美要来试试看 第一个手不能抖 第二个要看得清楚 那我们先不管他抖的对不对 来 那你先把眼镜先调下来 这样吗 对对对 不要抖 不要抖 透过他的眼镜就是 这样你就把血管缝死了 你只能缝气球这一面 缝气球这一面这样 哇他连穿都穿不进去 哇不行 可以可以可以 可造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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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唱歌之外他也可以缝血管 原来啊我走错了 所以这个手感要很确实 好谢谢小美 我们要来看这个个案 这个个案是60多岁的老烟枪 他那时候感觉胸闷 他牙头没办法睡 他找牙医师多次治疗 哇下排牙齿都被拔光 没办法缓解 牙医间一说到医院检查 发现三条心血管都阻塞 做绕道手术 牙痛才消失 所以要装支架吗 还是说你要依照这个病灶的位置 跟阻塞的程度而定 他们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常常会讲 心脚痛是一个伟大的模仿者 从下巴到肚脐 这里所有的器官的疼痛的神经 是一样的 所以有的人会因为胃痛 有的人因为牙痛 有的人因为肩膀痛 那大家都认为典型就是心脚痛 才会其实不见得 所以如果你有这些闷痛 那你去吃了药 比如说胃痛去吃了胃乳 牙痛去找医生没办法弄 像我这个病人为什么 到最后医生拔牙拔到手软 他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心脏课的医生 才发现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狭窄 那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面的选择 其实要看情况 比如说第一个 紧急救命 复杂度较小的 当然还是以支架优先 但是如果复杂度高 比如说可能我要装五六支支架 我要接六七条血管 这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选择 是用绕道手术 那所以优点的话 他就时间短 一两个小时 但是的话 这个手术的话 他就可能要十到十四 十到十四天 所以院长他真的很厉害 他是第四天 他就去上班取卵了 不过这一张观众朋友 真的非常重要 今天再一次提醒 刚新五大致命的警讯 还会装胃痛 就是苏医师刚刚讲的 其中的病状之一 包含胃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